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這幾日見到何太何伯不斷在網上直播, 之前其實都有同大家講過, 應該是已經有公司和他們合作, 但後來根據收到消息, 這些公司好像有縮沙。 其實為何會縮沙呢? 他們流量好勁。 這根據收到消息來說, 原來就是跟上次有大陸網友報公安的事有關。 如果大家不記得, 我給小小錄音大家聽一聽。 那條片如果大家未看, 都可以回去看一看。 我截了一小段給大家聽一聽。 我跟您溝通過, 您就說去報警了, 何太那件事。 為何要去報警呢? 可不可以說一說原因呢? 因為一直以來他講了很多分離主義, 以及關於顏色政治的話題, 我一直看到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網友 是有講過這方面的 topic, 而他不停在說我們是他口中那種什麼港獨, 反港的人, 又或者搞顏色革命的人, 我看不到我們網友有做這些事情。 這兩天我不知道您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有很多私底下的群組, 又在大陸又有, 又在香港又有, 他們都是由他最近的警局落案的。 警察就說可不可以給他群組的號碼, 我沒有, 然後我就拿手機看給他QR號碼, 然後他說, 我也看不到, 因為何馬是他群組的QR號碼, 然後他就看不到, 然後他就說他會通知網信檔, 盡量可不可以有方法將何馬所有群組 全部都解散了QR號碼。 那大家都聽到, 其實以他們的粉絲所說, 就有不少人因為他講那些不適當的言論, 是看不過眼, 我自己都是大陸人, 根本就不會講這些分裂的說話, 你這樣講令到他不舒服, 所以就走去報警, 不止他一個有報的, 只不過有部分的人報完沒有出聲, 但是由於這個事件開始引發到, 有影響出來的啦, 那之前何太其實在直播那裏說, 就說公安是有找他去問話的應該是, 那你看看這一段啦, 有找啦, 我就, 我行得正, 站得正, 沒有人可以入到我罪的, 我又沒有犯錯, 沒有人屈得到我的, 公安叔叔哥哥, 公安哥哥還教我, 以後行蹤去哪裏都, 沒有去跟任何人說, 是吧, 因為網上的人真的, 是吧, 說我要懂得保護自己, 跟我說這些啦, 其實他把口是不修的, 那有時公安跟你說的話, 就跟你問話, 要提醒你一下, 然後你這傢伙就透過直播公開講, 說得是人都知這樣, 我告訴你, 你這樣搞, 不會有人願意再教你任何事的, 因為一跟你講完, 你又會開續直播周圍講的, 那位公安其實多得你不少的, 因為這一個案件, 上次訪問那個案件來講, 就是任網友在近他自己家的派出所報了案, 然後這件事就飛了過去陽光公安那裏, 再飛過去網信辦那裏, 即是說, 是有三個不同的部門是跟進這件事的, 那你陽光那邊, 其實亦都受緊其他部門的叫做影響的, 那這一點公安部門講完, 那講一個大家比較有興趣的資訊, 就是根據我們最新所收到的消息, 何太同可白他們的網紅之路即將玩完, 為什麼會即將玩完呢? 那其實可白那個網紅路已經玩完的了, 因為他不能夠再在直播間出現, 除非他自己開一個帳號, 因為平台方面覺得何太利用可白用來找流量, 所以直接有可白在裏就會舉報他, 一有老人家出現, 就舉報到他落架為止, 除非可白會出聲, 現在他直播最大問題是可白不講話, 可白不講話都算了, 連他自己都不講話, 兩個好似點了月感, 你不知, 你望著鏡頭他們不出聲, 可能你還會懷疑自己手機是否手機呢? 這裏開始就講些重點了, 就是其實剛才講到, 有網信辦介入了, 就說轉介入去網信辦了, 有人發了些對話給我, 當中就講到, 他們有人, 深圳兩家幾出名的網紅枯化公司, 談了幾句, 他說現在他們全行都知道這件事, 那間合作公司, 他們同行已經知道是有公安跟他們談過, 現在外面的公司不會接來做, 說他們兩個人是毫無商業價值, 你沒有聽錯, 是毫無商業價值, 還說他這件事已經涉及到一些很敏感的話題, 何馬在直播或群聊再講錯任何一句 與政治有關係的事, 這間公司是會受到嚴重的牽連。 其中一間網紅公司先講, 他說東莞整改了之後, 現在我們最多的就是女兒, 就算他是一個正常女人, 這樣的一款還要拖著一個阿伯捧紅他, 就不要玩啦。 這簡簡單單幾句, 其實已經知道原來大陸公司已經是叫做 不會跟他們這樣玩下去了。 其實這裏我亦都問了朋友這個事件, 他就講道, 正常來說, 如果何太或何伯簽了這些網紅枯化公司, 但是他們在自己群組講這樣的事, 我又講了, 這些私人事件, 自己的粉絲群裏講兩句, 應該不會牽連到公司吧? 我朋友就講道, 因為如果是他們那個帳號就連了去公司那裏的話, 他們就可以直播大貨啦。 但是如果他在講的這麼出位的言論, 是會令到公司被人問話的, 甚至最嚴重的結果是要連坐的, 因為你是沒有教育好你底下的網紅, 不令到他們亂講話, 而且粉絲群人數亦都不小, 這樣影響下來是好麻煩的。 所以如果何馬再玩大些的話, 很有可能是令到那間跟他合作的公司, 簽了的公司, 是會懶賣事的, 可能會全軍覆沒的, 即是何馬一個人就叫做陀帥家。 而且有人去了舉報他, 舉報他這件事就不是說民事來的, 不能消案的。 所以這一個這樣的情況, 其實對兩個老人家來講, 不太樂觀啦。 如果他們一開始是肯收下口的, 整件事是不至於搞到今時今日這樣的, 但是亦都由於他們亂講話, 是親手一手好牌就打爛了, 他本身是一手好牌來的。 你想下咯, 他們呀, 這麼簡單就可以拿到這麼高的流量, 這麼多人去看他呀, 如果是正正經經不說這麼出位的事, 最多被人罵, 罵兩罵, 那可能你如果直播做得好的, 那人家會變粉絲的嘛, 很多都試過這樣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他們是不死心, 跟著又要亂講話, 把所有事都拉到政治那裏這件事, 你說他們沒計過度過先講我打死都不信啦, 肯定是有想過度過的, 只不過他們方向錯誤咩。 但是由這一點, 你亦都可以看到, 他們網紅路, 你覺得還有沒有得走下去呀? 已經是被公司杯葛咯, 是沒有公司夠膽跟他合作咯。 那不怪之呀, 他直播那時講了一句意味心腸的說話, 那句說話就是, 想找一些有實力的公司合作咯。 就是昨日講的,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昨日咯。 我覺得奇怪啦, 已經有公司跟你合作咯, 你現在還要再找一間有實力的公司, 那樣就是原本那間公司不跟你玩咯。 當時我想不明咯。 但是現在呢, 我就知大概爲解咯。 就是因為他們講了一些不合適的說話, 而這些不合適的說話是令到人家打退堂股, 好彩咯。 即是如果他打退堂股的話, 他們真是好彩咯。 因為還未將自己公司和何太的帳號連在一起呀。 如果這樣連在一起之後, 何太是直接自爆咯。 他是厲害的, 人形核彈咯咯。 是可以令到人家公司都可以倒閉咯。 當然, 現在還未發生這咯咯事呀。 但是他的言論是可以害死這些公司的。 現在是整個行業的人都知道這兩隻東西是行走的人形核彈, 你是無辦法控制到他們做些咯。 他們只會在不受控的情況底下亂講話。 就算不亂講話, 你看下他們直播的表現呀。 其實何太和何百按照第一次直播的情況來講, 當時呀, 又串又盛的樣子。 路吃夜一路播, 你這樣的直播呢, 是有一個觀賞性的。 即不是說你吃夜好看, 但至少你們兩個夠串, 因為你還可以在鏡頭面前, 然後又能夠講到一晚五次出來的花生感十足。 但你現在那些所謂的直播根本就不是一個什麼直播來的。 你又不講話, 有人給錢你就講多謝, 又不跟粉絲互動, 坐定定在這做什麼呢? 真是貪你美麗嗎? 你不是有班黑粉那麼支持你去舉報你, 你那個直播人數是不會有那麼高的。 其實都幾諷刺, 你一直在罵人黑粉黑粉黑粉, 但最看完你直播的人就是黑粉, 你的粉絲都嫌你悶, 走鬼了去。 不過說回頭, 如果何太是沒有公司肯跟她合作的話, 她是叫做好難在這行生存的, 靠著她們這麼絕劣的直播表演, 我想那些粉絲留不到幾久, 你亦都沒有更多花生提供出來。 看怕她的財商學院應該都是開不成的啦, 因為直播公司都被你搞死呀。 何況你想開的財商學院, 如果跟你合作完之後, 個老師被人起底, 起出來原來有違規的事發生, 她就偷雞不到蝕渣米咯。 即是說, 在幾個方面來說, 何太可伯都沒什麼地方能夠再賺到新的錢回來, 可能真是去打班又比較實際啦。 之前還說要生兒子, 如果生兒子出來都不知她兩老怎麼辦? 可伯你看一下她呀, 十點鐘就已經中下中下的啦, 小朋友那些剛剛出生整晚不睡覺的, 以可伯感的體力, 她能夠照顧得到小朋友, 她不用人照顧回頭, 已經偷笑啦。 可能你們都會在想啦, 沒有公司合作的話, 她自己做就行咯。 她要開到這個小黃車, 亦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還有, 以她自己而言, 不斷不斷被人舉報, 你想一下, 一開小黃車, 就會是被人瘋狂搞到她的直播團的啦, 甚至封號咯。 因為, 你開小黃車, 即是說你要直播帶貨, 你要直播帶貨的話, 你是不能夠, 好似現在那樣坐在那裏, 不出聲, 成尊佛那樣, 那是不行的。 你不講話, 不帶貨, 不去銷東西的話, 根本上你賣不出任何東西, 你的銷量都好差。 而且, 她根本就不懂大陸的玩法, 她以為自己想到什麼, 就可以講到什麼, 到現在她害怕啦, 怕自己唯一的生財工具, 那些帳號是被人封號沒得用。 所以直播的時候, 什麼都不敢講, 她越是不敢講, 就會越是粉絲流失。 因為她是怕被人舉報, 她說每一句話, 那些人都會想辦法去舉報, 她找到不同的條例出來針對她。 那你說她還有什麼生路呢? 這條網紅直播帶貨之路, 還可以玩到幾久了。 不過, 網上就有一個賬號出來, 這個賬號是小紅書的賬號來的。 見到何太和何伯好像開了小紅書, 如果這一個真是她們的話, 那她們的生命力亦都非常之頑強。 抖音玩完就去微信, 微信玩完再去小紅書, 下一步再去應該會是快手的啦。 而其實她們現在都在挑戰一個紀錄的, 是什麼紀錄呢? 就是看下她跳那麼多個平台之下, 玩多久才可以叫做完全被人封殺。 那如果以正常來說, 你說要完全封他們, 又沒什麼可能的。 因為始終她這件事不是殺人放火, 是家事來的。 但是將這件家事擺到上她政治層面, 就有問題了。 現在她已經叫做收了口啦, 盡量都沒講到這些事件啦, 應該是被網紅公司罵啦。 但是對於她們來說, 你不跟我合作的話, 我就自己去找路, 她就去埋小紅書, 因為小紅書都可以直播, 都可以帶貨。 如果她在小紅書開埋直播的話, 下一步應該就是快手的啦。 不知道小紅書直播會不會又被人檢舉一份呢? 不過已經成為一個過街老鼠。 沒有公司願意跟她合作, 然後一直被人舉報, 可能是會限流的。 一限流的話, 可能整個月都沒什麼收入的。 是得翻一些人去主動找她。 如果那些人不主動找她, 不去推流量給她的話, 也是死到一條。 包括是微信的影音號, 而上次也有同大家講過, 是有些人已經叫做有組織性地去舉報她的。 而大陸的舉報和Youtube的舉報也不一樣。 大陸的舉報是很容易會令到你停播禁播的。 規矩非常之多, 就連可白坐定定在這裏都已經犯規, 所以你可想而知, 這一個直播、 這一個生態是幾難做啊。 好啦,今集先跟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